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喜歡一下阿呆請出戰啦 那不知不覺啊 我們這邊上面的這個紅寶石啊 就存到我們這個 10403了 那其實說真的也不用花太多的這個紅寶石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 像我們之前在抽的時候都是用就是一般的這個卷子就直接抽到了 但是 今天的話呢 因為我們目前來說這帳號啊 基本上根本就是我們的熊貓帳號 所以哲平哲平想要 再抽一把 就是再抽一堆就是 武器看一下能不能讓我們這個傷你啊 就是太陽花或者是我們其他就是比較厲害的這個 史詩角色喔 就是紅色的這個角色能夠就是登場 因為我們目前來說桑尼的這個紅色武器都還沒有拿到幾把喔 然後 我們這邊的話就很難讓他出場 因為 我們這個紅色角色的話確實還是比較好的地方就是他的那個 專武的這個數量是比較多的喔 所以 我基本上是希望能夠拿到就是桑尼的這個武器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我們的 10463 十連抽來看一下能夠抽多少把這個桑尼的武器出來 阿如果全部又抽到 熊貓武器的話 那我也沒有辦法了喔 好 直接周期2680 武器超級保險 其實還蠻好中的說真的 來 有沒有直接中到那個 紅色武器了然後他會給你4個 然後他有時候會中到就是1.5倍或是就是2.5倍 我之前好像武器有中到2.5倍的喔 然後其實他這個的機率真的是頗高的喔 我覺得還行 然後藍色武器跟死侍武器我說真的因為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話是就是比較 偏向於就是看到紅色武器我就是會比較 怎麼又是熊貓的武器阿我的天阿阿寶別再鬧了 我要桑尼的阿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話我看到紅色武器我就是會不知不覺就覺得喔他一定很屌 所以我就會 一定是去 去拿到他 10耶 那邊有10張的這個 紅色武器喔 給點桑尼的武器好不好大哥 求你了 桑尼需要武器喔 再不給桑尼武器桑尼要哭死囉 這次還不錯有10個那個 紅色武器碎片 這又是誰的阿 這好像是蜥蜴的對不對 完蛋 桑尼的武器半把都還沒出現耶 阿又中了 這是4個 阿又中了 8個 哇我們這邊的話連續中了這個左下角跟右上角的這個 紅色的這個碎片 欸 給一下桑尼的武器好不好 欸哇又中了欸 連三 連三紅欸我的天阿 這是有機會了吧 總該給個桑尼的武器了吧 好像有喔好像有桑尼武器 好像就只有一個然後又是又是熊貓的 傻眼了我的天阿 熊貓武器也太多了吧 有了有一個這個了 這個刮刀 聖瓜鐮刀好不好 聖光鐮刀啦 看一下 這樣的話 欸看有沒有 這邊的話這個血量就已經到達就是還蠻高的這個 地步了而且喔可以升超高等的喔 然後我們現在基本上其實我們這邊鑽石只能抽 30連抽耶 我以為可以抽很多可是好像 沒辦法還沒辦法再急 有辦法再急嗎沒有辦法好吧 那我們就只能那個 走起了 就是幫那個看一下桑尼這樣子可不可以打出好成績喔 然後先幫桑尼換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爬刀 這是什麼 看一下 這個武器的話來看一下他這個武器的這個 介紹敘述 持有聖光鐮刀時 種植傷害加40% 持有聖光鐮刀時攻擊範圍加45 然後總攻擊是20% 然後 破設開始會召喚一個那個 鍍鴨守衛OK 然後會 向周圍頭附這個鍍鴨炸彈 感覺有點像是那種就是烏鴉的那種感覺喔 好我們今天就來玩一下我們這個 上影 看一下能不能打出好成績 反正目前來說我覺得這些的話這個武器我們都可以再 慢慢累加他也不會說太難抽喔只是 因為這個遊戲的話他有一些地方是需要 就是其他兩隻的這個角色喔有沒有看到我們這邊有這個 鐮刀的 這個是我們拿到這個專武之後他給我們的而且他這個專武 攻擊距離很遠耶 那比那個就是 熊貓拿到這個武器還要更遠一點點然後他上來是可以到達這個 21K的 然後如果我們這邊就是 到時候就是我們這邊全部都買這個鐮刀有沒有然後 這個應該蠻帥的 就整個手都是這個鐮刀然後我們就可以一直瘋狂的那個就是 用鐮刀去刮人然後這個烏鴉應該也會一直出現 好不好那我們這邊就先存錢喔 我覺得以我們目前來說這個 這個攻擊數量的話應該是可以就是存蠻多錢的喔 對啊你看這個 這距離其實有點像是遠距離武器的各位有沒有看到 哇 這個桑尼我說真的我應該也會蠻喜歡的喔 然後不知道這款遊戲之後會不會再出其他就是 更厲害的一些小色 因為我們前面那幾隻角色的話他的這個專武啊就是 這個數量是比較偏少的 就你可以拿到東西就比較偏少 就可以就是 沒有辦法像熊貓一樣有那麼多的選擇 你就只能就是 聽天有命一下我們現在商人只能拿一個 喔好險喔 不知道那個那個盒會不會毒人呢 生命上先加一下然後 連攻擊速度 往上提升 哇沒有你看 這就是 比較麻煩的地方我們現在買這種小的好了好不好到時候不行我們再賣掉 因為 你現在那個死屍就是紅色的武器太少了 所以導致於就是你現在那個 能夠打的那種就是東西手段就變比較少 然後你隨機到的這個武器也不一定是我們這個 鐮刀爬子喔 但是為了要有更好的這個輸出 我們還是必須好不好先來 累積多一點這個武器 要不然這很容易被打死 這遊戲說真的他就是 要拼你一個生存啦 所以 你這邊 喔唷完了 超快就死掉了 我們這邊有復活先去吃東西 我才在第3波我就掛掉了啦 SANNY 呵 沒辦法因為我平常太常玩阿寶了 SANNY 完了 復活 完蛋完蛋 沒有阿一開始沒有先拿到幾把這個 紅色武器就差很多 所以多多的就是去抽武器 然後讓他們就是那個 紅色武器常常就是能夠出現的話會比較好一點點 至少你就有很多的這個紅色武器可以選 喔終於阿讓我選到啦 再不給我就完蛋了 你看我們這邊旁邊就有兩隻個烏鴉了喔 因為我們這邊有這個 鐮刀有兩隻烏鴉沒問題 快快快快 喔上面有精怪誒 打死嗎 紅打不死 我現在打精怪的話要打死 好像也只有阿寶比較有機會 我們的阿寶是真的 有點強阿 血量高攻擊又高 那像我們如果這樣沒辦法把這個 精怪打死的話 就會比較可惜 因為精怪的話他給你就是比較 紅色階級的那個裝備阿 道具啦 喔道具 完了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要爆開了 好像是誒 先走先走 喔我的天啊 完蛋完蛋 快走快走 12秒真難活 喔 歐買尬 歐歐歐歐歐歐歐 走遠一點走遠一點 哇 沒機會誒但是我們其實 這個復活可以復活蠻多次的誒我以為只能復活一次 哇好難誒 傷你 加油 種植傷害 然後這邊 生命上千 繼續加血量 哇你看這個比較尷尬 因為我們這邊就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買更多的那個 紅色鐮刀了 沒有紅色鐮刀怎麼玩 你看我們這邊旁邊的這個烏鴉 他會幫我們丟炸彈 然後 傷害好像是5K左右 沒關系我們先努力存 待會的話如果有那個紅色鐮刀我們就是 把那個就是紫色的賣掉 然後去買那個紅色鐮刀 這樣我們就有三隻這個烏鴉了 會在旁邊幫我們丟東西 不行誒 唉唷完了完了完了 快走快走快走 輸出不夠 救命 還有20幾秒怎麼撐怎麼撐怎麼撐 撐不住啦 真的好難撐喔 完蛋了 好難餒 傷你 死定了 不是喔因為我現在基本上 可能是我們那個熊貓怪喔 熊貓打到他太後面了 唉2600了 再抽一次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262680才可以再抽啊 有沒有東西 可以給我 唉這邊有那個 武器的這個碎片 加油啊 好難好難啦 武器的碎片在背包裡面這個 拜託了 這是隨機的 哇 唉 螃蟹腳是誰的 巨龍 看起來也不是傷 喔 其實我們現在 這個史派克嗎我記得他好像叫史派克是不是 唉我們現在 專武第二個就是 拿到的是斯派克唉 斯派克好像比較厲害 好吧我們下次再玩一下桑尼啦好不好我們這邊其實我們這邊的這個 10000抽抽啊是也是 抽的還不錯的 是有抽到就是 桑尼的東西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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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抽一次 拜託給點桑尼機會 喔 桑尼 給點桑尼的專武 2.5倍加10 太爽啦各位 你看他這個紅色武器就真的很好抽 他不會就是跟你就是 在那邊 虎搞瞎烤 你看14了 這應該 我賭應該一定會有一把桑尼的武器 我桑尼的其他兩把武器只差 只差一點點碎片了耶 不要這樣搞吧 大哥 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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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怎麼都是死 喔我的天 桑尼哭 桑尼要哭慘了 桑尼看這邊兩個兩個 怎麼這麼難拿啊 啊斯派克已經滿了 我們下一部影片就來玩一下斯派克了 桑尼要 要哭暈在廁所了 我的天 不過桑尼的話這個 桑尼也蠻好玩的 而且他是種植系列的 我自己個人也是 蠻喜歡的啊 可是就可能就是 在隱難拿到就是紅色武器之前啊 你可能就是要先那個 用一些其他的就是 藍色武器或是紫色武器先來弄一下 但沒關係桑尼 我們下一把先來玩一下斯派克了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小牌再見囉 大家 掰吧囉 啊 回去吧 難嬸 się Alabama 我 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